莎士比亚的妹妹们的剧团在2012年集合了四位导演用一桌二椅当作游戏规则 每个人要交一个20分钟之内的戏 今年四个导演再次合体推出四物 四个导演都要用物件当主题每个人各自发挥 例如说导演王嘉明的作品就是演一对离婚的夫妻 可是大人的对白都有小孩子在旁边配音 表达两个人分手过程中把小孩当成分财产的物品 这样的概念 透明的装置艺术占满了库陵街小剧场 两个演员穿梭在这个充气装置之间 有时在外有时在内 有时触碰表面感受不同压力的空气 这是许燕林的作品《口》 跟视觉艺术家王德瑜合作 把空气当成物件表现与演员的互动状态 我们看不见的空气 它居然可以那么实在地形成一种压力 或者是我们在发呆的时候 几乎看不见跟任何物件互动的时候 可能我们才能够更准确地跟一些感受在一起 比方说在现场里面用的音乐 还有整体的状况 其实色调上是比较暗的 但是音乐是比较安静的 所以它真的可能象征着我们的想象空间 或者是心灵空间 我想让大家再看到这一次的整个空气的运动 那空气的运动它对我而言还是像呼吸一样 是重要的事情 王嘉明用两位成人演员跟四位小学生 写实演出夫妻离婚分彩彩的过程 连小孩都变成了要分的物 魏英娟的作品 做有泡面跟布丁当题材 表现台湾人对于食安风暴的无奈与困境 小小两个食物 它其实反映出非常非常多的问题 然后所以我就想 我想用影像的方式来拍摄演员 吃泡面跟吃布丁 我刻意要一镜到底 然后一拍就是五分钟到六分钟 让演员去 就着他在吃泡面过程 或吃布丁的过程 他有些情绪反映 然后一个就一直哭 一个就一直笑 但是到时候你会分不出来 到底是哭还是笑 导演宝布用了生活中 三十个日常用品 在人跟物的关系中 透过随机排列 产生出不同的意义 在具体的物件里面 其实想要讲的是一个 比较隐喻性的 所谓的人的关系 因为我常在想说 到底是因为人有这个需求 所以我们发明的物件呢 还是说因为物件的产生 然后改变了我们的 生活 然后改变了我们的状态 随手可得的日常用品 在剧场中成为了创作素材 上面剧团的四物 翻转出不同的可能性 激发观众的想象力